与以往宣传片《火炮骑射战机轰鸣》开场不同 该视频是从一名普通士兵整理着装开始 随着激昂的音乐剑起 陆海空三军悉数亮相 陆军部分最为扣人心弦的是 全套现代化装备的解放军特种部队 在智能化信息设备的辅助下 从水下秘密潜入 无论是用狙击枪远程射击 还是在城市复杂建筑内的渗透突袭 最终势若雷霆消灭恐怖分子解救人质 体现出在当前全球暴共活动日益猖獗的背景下 反恐已成为解放军的训练重点 而这部片子最独特的一点是 采用年轻人非常喜爱的动感节奏与说唱形式 来诠释这部战斗宣言 并且在说唱中不断穿插进各种问答 以突出中国军人为了和平和正义时刻 准备战斗的决心 在空军部分 歼11BS战斗机在空中翻滚 展示机动性能 苏30MKK和歼10发射空空导弹 准确命中把击 而海军最早亮相的是 貌似亚丁湾护航航艦队士兵 对海警告射击 这也是反海道护航任务中 以屡次见效的实战手法 在一闪而过的画面中 海隐约能看到 获一件反潜伸弹射击 潜艇水下侦察和驱逐舰 垂直发射防空导弹的场面 甚至还有新型攻击核潜艇 和战略核潜艇的身影 而火箭军的东风11和东风15战术导弹 轰然起飞 东风26反航母弹道导弹的威武亮相 更让人为之振奋 而后陆航的直19武装直升机 和陆战之王96式主战坦克等 也威武登场 作为压轴大戏之一 在一段动画中 两架歼10战斗机 从航母辽宁舰上起飞 由于机体结构原因 歼10很难改装为舰载机 因此这个军迷期待的场景 恐怕很难成真 不过它预示了 海空协同配合的前景 在当前 中国航母和舰载机数量 有限的情况下 加强海空战机的配合 无疑是快捷有效 加强对周边海域 掌控能力的有效方法 视频的最后 是一名战士将象征胜利的红旗 插在目标阵地上 蹦出参军报国 青春的荣耀 这句催人奋进的口号